欢迎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我是苏胜文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国际讯息 印度的南部地区在今天下午 发生了一起军用直升机坠毁的事件 机上总共搭载有14个人 不过最后只有1人生还 画面中看到直升机的残骸 在树林间是不断燃烧 根据CNN的报道 现年63岁的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 以及他的妻子都搭上了 这一班失事的直升机 最后也证实罹难 唯一幸存的上尉 已经紧急送往医院来治疗当中 而至于直升机坠毁的详细原因 印度空军现在也已经展开调查 德国在今天结束了过去16年来 由梅克尔所带领的保守派政府 接下来将要迎接是由 盛民党 自民党 还有绿党 共同组成的新内阁 而盛民党领袖萧茲 也在395位议员的支持之下 顺利成为了新政总理 我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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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我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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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議長面前舉起了右手進行就職宣誓 而剛卸任的總理梅克爾 也到場來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不過對於肖子來說 上任之後第一個要面對的挑戰 就是在國內引起的第四波的疫情 而新政府也計畫最快在明年的二月份 就要展開疫苗的強制接種令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 現在有了最新的悲觀預估 他們預估是在這個週末 歐洲還有中亞地區 將會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染疫 隨著耶誕節的腳步接近 家庭聚會增加 所以現在許多國家也怕會再掀起 新一波的染疫高潮 所以紛紛祭出了新的防疫規定 歐洲各地耶誕市集陸續登場 吃完美食逛完街 下一團應該要跟親朋好友 回家開趴了吧 但等等 納維總理有話說 我們推薦 有十分之十人家 和二十人 在聖夜夜 或聖夜夜 或一天的聖夜夜 納維7號公佈嚴格措施 不止聚會人數有限制 商家在晚上十一點之後 也不能販售酒精飲品 而在瑞典 就連擁抱都要三思 你不肯定是 你不肯定是 他們肯定是 他們肯定是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接近年底加節 現在每日新增染疫死亡人數 高達4100人 跟今年九月相比 翻了將近一倍 其中 五到十四歲的感染率最高 就怕疫情在冬天 煞不住車 全歐洲謹慎戒備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甚至提過 考慮要實施 強制接種令 但世衛有不同意見 世衛強調各國必須要考慮到 實施強制措施 可能會影響民眾 對政府的信任度 雖然Omicron傳播得快 但交叉仍是世界疫情主流 民眾現在能做的 還是這幾招 耶誕節腳步越來越近 歐洲民眾恐怕得打消 害怕狂歡的念頭 或許該跟家人簡單聚餐 幸福還會翻倍 帶新聞流追編譯 接下來的報導 還要帶您關注到的是 南韓以及美國 在美國方面 全境已經有19個州 都出現了Omicron的病例 也催出了一波第三劑疫苗的施打熱潮 而南韓在過去一個禮拜 單日確診數 本來是都落在四五千例 不過今年一舉突破到了七千人 也刷新了史上的新高紀錄 遭到COVID-19變異株襲擊 南韓疫情再度回溫 過去一週平均每日確診五千人 八號卻直接突破七千人 而且新增病例 有八成集中在首都圈 不過包含首爾和仁川在內的地區 重症病床有超過九成滿床 當局也表示 目前國內準備的病床數 難以赶上民眾染疫的速度 雖然南韓已經有九成成人完整接種 可是致死率仍大於先進國家 甚至超過全球平均 分析指出 主要原因和年長者突破性感染比例高 以及國內病床數不足有關 不過美國近期各地疫苗接種站 人潮眾多 而且來打的人 幾乎都是接種加強劑 民眾這麼害怕不是沒有原因 根據資料顯示 自疫情爆發以來 境內確診人數已經累積近五千萬人 直逼南韓總人口數 此外 Omicron也已經入侵全美至少十九週 新變異株所帶來的恐懼 提高民眾施打追加進醫院 帶來新聞 謝謝廣告編譯 而Omicron也絕對不會是 COVID-19最後的一個變異株 因此也讓許多國家是傷透腦筋 同時近期 英國的研究人員還發現了 現在除了已經入侵到許多國家的 Omicron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被稱作是隱身版的 Omicron 研究指出這種隱身版的Omicron 基本上它和一般的Omicron 變異株是共享許多的共同突變的部分 不過卻有遺失部分的基因變異 這讓原本可以透過用PCR來進行檢測的方法失效 必須使用基因定序的方式來辨識 目前已知在南非、澳洲 還有加拿大的確診病患的檢體當中 驗出了這種隱身性的Omicron 不過專家也表示 現在要判斷隱身或者是一般的Omicron 在傳播方式上面有什麼不同的話 可能還太早 近來回到國內 在今天本土病例又再度的加零 也要持續來催打疫苗 指揮中心設置在台北車站的疫苗施打點 就宣布要延長開設到雙十二 十二月十二號 利益良善 希望大家走過不要錯過 可以就進來施打 但是昨天卻傳出在新竹的新豐鄉 有失聯移工是當場備帶 這就違反了指揮中心在一開始的承諾 也就是四不原則 不通報、不查處、不收費、不管制 就是希望在國內有八點三萬名 預期停居留的移工 都可以安心的打到疫苗 另外還有一點也觀察到了 在接種的現場 語言不通更是個大問題 新竹這名外籍移工到衛生所打疫苗 卻因為沒有健保卡 拘留證也過期 當場被警察帶回 同心有人非常錯愕 阿中部長不是說好不抓嗎 雖然最後沒有懲處這名失聯女移工也放人讓她打了疫苗 但中央地方顯然不同調 指揮中心再次說明 預期停居留外來人口疫苗接種專案要各機關配合辦理 不通報不查處不收費 我們也加入了這個不管制 預期停居留的人士 再次要進入國內要有一定的時間之後 她才可以再來 那如果她來參與這個安心接種 我們會未來列為不管制的對象 來到打氣最夯的台北車站 移工卻因為語言不通 暈頭轉向 接種表格都是中文 勞動部指揮中心派駐志工協助 才讓移工們有了方向 移工攜帶健保卡或居留證就能打 如果只有護照或其他證件過期 現場有移民署可以協助確認身份 辦理臨時同意證號 但除了這些行政程序 通意人員不足還是最大問題 全台大約有五萬多的失聯移工 希望鼓勵這些人出來打疫苗 避免成為防疫破口 大新聞全日和李健寬台北報導 每到了冬天有些人 時不時就會被電一下 皮膚刺痛的瞬間 真的是會讓人嚇一大跳 而想要再減少在冬天發生這種 靜電的情況 先決條件就是要維持皮膚 還有環境的濕度 被靜電電到哇哇叫 冬天氣候乾燥濕度低 最容易發生摩擦起電的現象 我們穿著這個衣服也會是在摩擦 那或是說車子開在路上的時候 車子也會跟空氣空氣中 就跟空氣在摩擦 那像我們如果我們在外面穿的鞋子 比較厚一些 那這時候我們身上其實會累積很多 靜電 金屬容易導電的關係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電腦會傳上去 中間出現火花 電釋放 靜電的威力令人不敢觸碰 到底靜電是如何形成的 會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呢 當我們有這個靜電 我們存在這個電容器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吸引 有這吸引力 那它存夠了之後 接下來只要我們把它接通 內外接通 就會出現了這個火花 它也不會代表說 我們身體是不是因為 會容易靜電 代表我們身體是不是已經有一些 慢性疾病沒控制好了 或者是有一些潛在的健康影響 醫師表示 其實要避免靜電有許多方法 有時候可以甚至用一些加濕器 讓它維持到65%到70%左右 那另外就是 如果我們身體上穿的是 像有一些毛衣的材質 或者一些鋸子纖維的材質 那可能就留意一下 這些材質會不會在 像你在脫卸衣服的時候 或者是在接觸的時候 會增加靜電的機會 如果不想常常有來電的感覺 一時建議在開車門或門把時 可以隔著衣服或是衛生紙 就可以發揮隔絕靜電的效果 在新聞蔡佩穎檢園機台北報導 好 除了希望在冬天不來電 冬季皮膚乾癢發作的時候 也讓許多人是相當的困擾 還可能會影響到人際關係 過去患者大多是靠擦 類固醇的藥物來抑制搔癢的症狀 不過副作用也往往會讓患者却步 現在有一款全新的是非類固醇藥膏 對於輕中度的患者有很好的效果 天氣明顯變化 或者是環境變糟的時候 我的全身就會發癢 那個癢是不能控制 我會一直想要抓它 然後甚至抓到破皮流血 29歲工程師受異味性皮膚炎困擾多年 這邊癢 那邊也癢 大大影響工作專注力 皮膚脫協更招來異樣眼光 常用的類固醇外用藥膏也無法解決問題 類固醇就是我擦久會產生一些 例如胃淨卵的附作用 一直連續性的打嗝 我會做好保濕 然後調整我的作息 讓我免疫力不要這麼容易受到影響這樣 類固醇藥膏原本是為了解決局部搔癢 避免復發 但因為副作用讓病患避而遠之 現在有新藥不含類固醇 也能抑制搔癢發炎 尤其冬天乾冷 一般民眾也容易出現皮膚乾癢 醫師建議乳液當然是越油越保濕 不過乾性肌可以選擇質地較厚的乳霜 容易流汗的人可以選用清透型的乳液 但大原則都是不含香精和防腐劑 有些人容易流汗 流汗的話如果你用太油的乳霜 它會把汗悶在裡面 所以可能會造成失整 那你還是要依照你的皮膚的一些 那個乾燥性來做調整 最好還是自己試試看 醫師建議擦乳液最好的時機 是一洗完澡就要馬上擦 不足肌膚沖熱水被帶走水分 減少均裂乾癢又反覆騷抓的惡性循環 再來看到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降下了72年來最盛大的一場雪 讓街頭是成了一片童話世界 但錦瀟根本就無心欣賞這片美景 因為大雪阻擋了去路 還釀成不少的交通事故 錦瀟為了救災事疲於奔秘 放眼望去莫斯科紅場克里姆林宮 一整片銀白世界 領冬到來 戰鬥民族發揮本色 採接購物 遛狗遛小孩 生活一切照舊 不過這場雪其實並不尋常 1949年 根據俄羅斯氣象中心資料 莫斯科7號最升級雪達21公分 相當於一天內就入障12月份 兩成的平均降水 景色美歸美 嚇壞人的畫面也不少 意外頻傳 交通大打劫 當局出動上萬輛產雪車 七萬人力 規模也是史上之罪 而在聖彼得堡 哀哀白雪 金黃陽光 氛圍的確很不錯 民眾卻笑不出來 俄羅斯氣象中心表示 這波異常濕冷天氣主要是受冷暖氣流 交會影響 降水和低溫預計還會再持續一天 澳洲的科學家最近打算要在南端的塔斯馬尼亞州 西海岸偏遠地區來設置一個龐大的黑盒子 剛夠的建築可以抵擋大型天災 還利用了太陽能發電運轉 不過並不是要來記錄飛航的資訊 而是要記錄地球氣候變遷的歷史 起始點就從今年COP26開始 塔斯馬尼亞大片荒地上 一個未來感十足的龐然大物突然現身 地球是一個組織和器材 讓人們把整個步驟 進入或避免的氣候危險 裝置長10公尺 由7公分厚的鋼筋打造 號稱人承受大規模災害 動能則完全來自太陽 預計2022年中旬就會開始動工 聽起來酷炫卻有網友開玩笑 根本就是個超大型 超耐狀的外界硬碟 跟這個地方比起來 好像有點遜色 挪威這間倉庫以儲存種子聞名 不過其實這裡也有強大的數據儲存能力 而暖化也影響到了亞馬遜河龜的生存 因為一旦溫度升高的話 河龜在孵化時就會是雌性的性別 時間一久生態自然失衡 昨天就有動保人士在玻利維亞 還有巴西邊境的河川 也放了100萬隻的亞馬遜河龜 幫助他們重回大自然的懷抱 擺動腳用力滑慢慢往河裡移動 100萬隻亞馬遜河龜 7號在玻利維亞跟巴西邊境被野放 之所以要野放是因為近年來 亞馬遜雨季受氣候變遷 跟水壩興建的影響 洪水問題嚴重 若不及時把剛孵化的小河龜 從岸邊的沙子裡救出來 這些小生命將面臨溺水危機 在2007年我們開始了 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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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所有種維持維持 由河竹魚和亞馬遜河 13年前一批動保人士 跟生物學家組成團隊 實行橫跨玻利維亞跟巴西的保育計畫 守護長達300公里的河岸 要讓河龜們可以安全繁殖 另外您知道嗎 亞馬遜河龜的性別 竟是靠氣溫決定 如果孵化時的溫度高於攝氏32度 將孵出此性 反之則是雄性 而隨著全球氣溫上升 可能導致性別比例失衡 但威脅亞馬遜河龜生存的 不只氣候變遷 還有當地原住民 原來住在河岸邊的原住民 會吃河龜的肉跟卵 因此這項跨國計畫 也為原民們提供食物 不僅保障了他們的糧食安全 也讓亞馬遜河龜遠離絕種威脅 帶來希望有關於編譯 來關心天氣 明天到星期六 各地的水氣減少 雨是趨緩 溫度也是一天比一天回升 所以整體感受上是比較舒適溫暖 但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留意日夜溫差比較大 在穿著上要注意保暖 氣象局也預估了在下個禮拜一 還會有一波東北季風報導 屆時又會再稍稍的降溫 來看明天詳細的溫度預測 新聞之後一起來看看 在美洲的帝王蝶南遷渡東的盛大場景 也感謝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順心 晚安 我們再會 週末